治糖尿病最佳方法是什么? 张薇,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随着糖尿病的各大指南 还有各大专家共识的不断的更新 和各种寻证医学证据的不断完善 我们的糖尿病的治疗手段 也是日趋的丰富 那么对于我们内分泌科医生来讲 我们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法也越来越多了 那么对于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来讲 也是有更多的好的方法和福音吧 对于他们算是 但是我们说 如果说一定要问糖尿病的最佳治疗方法是什么? 我们目前的主流思想就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那么最适合你的就是你最佳的治疗方案 什么样是最适合的? 那这就需要我们专科医生进行综合的判断 那么究竟您在糖尿病患者当中 属于是需要急需体重管理的这部分超重人群 还是合并有严重的心脑血管并发症呢? 这部分心脏安全性为第一目标的主要人群 又或者是肾脏功能很差 产生了大量尿蛋白 甚至损伤了肾功能 以保护肾脏为前提治疗的人群 我们会根据患者的不同的特点来进行不同分层 那么根据不同的分层 会采取有不同特异性降糖效果的一些降糖药物来帮助 比如说我们如果这个患者合并高的心血管风险 那我们一定会建议选择寻证医学证据上面 能够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的降糖药物 来帮助你改善血糖的同时保护心血管 那么如果你是属于肥胖超重的人群合并糖尿病 那么你的长期管理目标的前提一定是减重为治疗前提 很大一部分糖尿病患者体重减轻下达以后 它的质代谢紊乱 糖代谢紊乱 以及血压 钢药酸等等这些代谢综合征的异常指标 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 所以减重对肥胖的糖尿病患者来讲 就是治疗里面非常重要的关键成分 所以对于这部分人群 我们一定的选择前提是 具有减重作用的降糖药物 就包括我们市面上的二甲双瓜 SGLT突一致剂 GLP丸受体激动剂等等 这类药物都能够帮助患者 起到降糖减重的综合作用 另外一部分 如果肾功能很差 合并大量蛋白尿 那我们对于这部分患者的用药选择 一定是肾脏安全性小的 那么具有肾脏保护作用 或者不增加肾脏负担 以及能够减少酵蛋白的 这类降糖药物来帮它综合治疗 那么还有一部分老年的高危人群 这一部分糖尿病患者的管理 我们又一定要选择 低血糖发生风险小的药物 或者一定保证在不发生低血糖的前提下 来对它进行糖尿病的降糖治疗 因为我们大型的寻症医学证据证明 过延的血糖控制 低血糖的发生 甚至会增加患者的心脑血管死亡风险 尤其是老年患者 所以对于这部分患者 我们最佳的治疗方法的前提一定是 以不发生低血糖为主的 安全的 适当放宽 控制目标的 这样一个平稳的血糖控制 所以我们现在糖尿病治疗的主流 我们说个体化的治疗原则 会根据每一个糖尿病患者 不同的胰岛功能 不同的合并症和风险分层 来采取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的选择 专家提示 一 目前的主流思想 就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最适合患者的就是最佳的治疗方案 因此 治疗多是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而定 二 肥胖患者以减重为主要目标 选择具有减重作用的降糖药物 三 不增加肾脏负担 以及能够减少尿蛋白的降糖药物治疗 四 老年的高危人群 选择低血糖发生风险小的药物治疗